而这场爱心一主活动呢 今年特别设计了十道菜色 包含选用了黎明向阳园所种植的硬家果 姜黄还有生鸡蛋 尽管器材有限考量到院生哑口不好 还是端出美味的爱心餐点 让院生及工作人员度过温馨的午餐时光 连续举办第五届的七星主厨下乡公益新旅行 有台北京华酒店主厨陈春生 率领50位厨师与粉丝志工 来到位于花莲收封乡的黎明向阳园 不畏一路的舟车劳顿 一日从早上就开始备料到晚餐时间 虽然受限于场地以及器材 人员用向阳园所种植的硬家果 姜黄生鸡蛋端出一道道美味的爱心餐点 为什么会有这个动力一直要来呢 因为就是说 因为支持我的一些粉丝 一些厨师越来越多 你像今年的话 我们连粉丝就来了快50位 这个样子 那我们今天总共往年的话 是出了八道菜 那今年是出了十道菜 因为向阳园区这个样子的设备是比较 这个院区是比较小 那以前那个旧黎明那边的话 是比较大 因为就是因为场地的关系 有一些凑限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东西 你像那个我们原本要自己 因为往年的话 这五年来我们面包都是自己做 但是今年的话因为是场地的关系 因为这边没有烤箱那边有烤箱 所以说有加入了香阳园自种的植物园 这边有种了一些印加果 还有姜黄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 本来原本是就是如果有烤箱的话 可能会做面包这一类的 姜黄面包 但是因为没有烤箱的关系 就是在自家 就是用小小的烤箱做一些 就是因为你如果面包的话 做好以后 如果说放冷冻的话 寄过来这样 我是觉得鲜度也不好 所以后来我就是想一想 就是用类似做面包棒的那种概念 那种元素这样子 运用印加果以及姜黄粉 手工制成的面包棒 小餐包 海鲜沙拉 春烫去壳的甜虾 符合入冬的栗子蘑菇干贝浓汤 卤牛腩 客家特色红烧猪脚 樱花虾米糕 运用糯米制成的米布丁柚子甘露 还有五酒精的特色鸡尾酒 连续第五年的爱心一煮 这年也多了许多厨师加入 也决定明年必须再来 希望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响应 记得蒋邦彦 收方箱报导